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治愈 4月6日 没有人能称自己是基督的朋友 除非珍惜基督清流宝血 所救赎的那些灵魂 什么时候您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最亲近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什么时候以哪种方式拯救了我 我曾经专注地涌唱《基督的灵魂》 或是默想这篇导文吗 导文中《基督的宝血》 这句带给我什么触动或启发 他帮助我和耶稣 有了真实的连结 这句致语说 没有人该称自己是基督的朋友 除非他会珍惜 基督以清流自己的宝血 所救赎的那些灵魂 如果我自认是基督的朋友 那么要如何具体地活出这份友谊 基督宝血所带来的救赎生命 我曾经分享给他人的经验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人伦的架构中 理念上已经有具体的价值观 认知和判断就受到影响 我如何看一个人 在看他的时候 是不是自然地会以他的行为来评估 他是好人 坏人 守不守规矩 合不合我的心意 耶稣带来了生命的更新 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为普世带来救赎 因此人的生命 有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 换句话说 这个人是基督宝血所救赎的 因此我会尊重这个人 福音中关于耶稣看人 有许多的叙述 例如 耶稣定睛看他 就喜爱他 他一见到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慈心等等 所以正如1月27日 字语上所说的 使每一个人都遵循 同一的途径前行 是危险的 更糟糕的是 以自身为准 去衡量他人 我不会尊重他人 是因为我忽视了基督 为普世人类所做的牺牲 他们也分战了基督宝血的 喜敬之恩 因此我珍惜他们 才能成为基督真正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